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入50克的白芝麻 烧火慢炒 炒至香肢要有点辉煌就可以了 关火 倒入碗中备用 凉凉的花生米用手搓去花生皮 切好皮的花生米用漏勺过筛一下 将弄好的花生装到保存袋中 用斩面杖将花生稍微压碎一点 花生不用太碎像这样就可以了 平底锅中不用放水不用放油 倒入300克的白糖 开小火将白糖糖化 慢慢加入的过程中糖就会慢慢融化 炒至这样无白糖颗粒 焦糖色就可以了 我们倒入花生 倒入花生和芝麻 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 关火 酸素将它倒到案板上来 用擀面杖拌均匀 转一下形 我们用擀面杖擀薄一点 厚度自由转过就可以了 晾凉后我们切一块 这花生糖就做好了 成品非常漂亮 在家自己做的也非常简单 比外面买的卫生健康更加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吃一下